老師 王東 劉淇 各位阿嬤 親愛的大家綿安 綿安 我是台灣新的姓姓 蘇元 今天是代表家鄉 台英國教會 千安 實在是英文雄雄大運動 有一個朋友告訴我 你要去英國教會 千安嗎 那是中華地區的雙年教會 雙年教會是台北最大的教會 長大教會裡面 在我來到這個地方 我發現英國教會的區域 是一個很漂亮的環境 這也是相對的問題 所以我有一個六分鐘的壓力 可以讓大家了解 改心最近的狀況 我們做得來看 台灣新人姓是一個主張藝術人 在老順跟現任我們有很多主 我先去英國 在過去年安的這幾年 我們是經過很多大的困難 但是感謝上帝 你聽我們的祈禱 在去年到六個月的地方 已經討厭 今年也順利 祝你第一塊的祈禱 我們在的地方 我們在大城裡 在八城裡 是這裡 一段如果是北小的廖 這是一趟故事 所以我們這裡很久在 大概有二十幾個兒子 非常感興奮 雖然很辛苦 也有很多不值得的養生 但是上面有些難受 還會比我們難過 这一篇真正都是在最辛苦的时钟 我知道上帝的我了上学到的文艺 先进出生意证就是我的四母的上帝 让你本身来穿我祝我祝我祝你平安 还让你对生前的观念穿我愿意 我这知道原来我爱有信心 我才能承认上帝感情地愿意和平安 其实我明明听到我上帝 祝你平安要经历一些感到的事情 我的爸爸鼓勵我说 因为我们最爱的爱去到这间教会 让我们都成做 就把他当作是一个华人的过程 然后去体验到今天 上帝一步一步一步的领寸 你若跟我的大人 有很多精神和开战、平心、适应 这一年来 我们真的欢迎向我们的精神 及时的网站 因为我们是精神上也是精神上 我们真的享受很豐富的生活 所以我相信 我们每天都要建议上帝的问题 未来也是一样 也cida våra出道 在七年前 邝闹到下 大的心脑 台湾老习 哪里 PETER 这些牛ys 看着台湾老习 下的 而 和所謂都非常有 所以我們一回憶說 這兩個有的地方一定要徵修 就是我那個時刻想 那我姓阿姨怎麼有錢他還要徵修這些東西 我就是奉養所有的老師 學生和教育館 全力回到這次來期待 感謝兄弟 他真的感動很多到回憶在這月 為了想你學校來奉獻你的念事和時間 現在我們的禮拜等 和好友為願已經心裡好了 大家繼續在進展有心所想的心裡 台北新安寺電流佛 是一個會有心的教育人才的地方 我來期待 同會電流佛可以申請有好的新安寺老師 我們一定將來 如果有好的新安寺學生 作為合作 在新安寺電流佛會所需要 向對愛人主委堂安 台北新安寺電流佛學生課堂 有好的師傅 希望靠貝電流佛會養 立佛會成我 來為英文保羅所表明 中心健全的 連電修的安寺 感謝主台新安寺電流佛學生課堂 明明有六月共有五日安寺電流佛學生課堂 新安寺電流佛學生課堂 我們學生安寺電流佛學生課堂 第一月 你也專立當地生課 生課和幸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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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非常開心 非常認真 我感到感動 我感到感動 他都會有館課的人 世事祖的性命 就是為了一個迴影這麼便利 對外面聽到節目的反應 都說這些目的對待 plus 在募強 在門外變得更加力 我為了他更加高興 台灣新安寺電流佛學生課堂 台灣新安寺電流佛學生課堂 主要目標是讓有極限的故事 在新諒件來達及討論 所以我都在你時來上課的基督堂 希望每一個基督堂 都會為了煮 為了教會 為了自己的信用 總比自己 所以我們心態的鼓勵大家 心恰心 連後不知 不知 連後知道不夠厭 歡迎大家來心態的上課 就是我們總比心寶的性感 今天你們要有教會的機會 我說是不是信用醫 能夠用教的方法來心情感 在這裡還要跟我們人說 過去老人來 信用醫 都是客教會 又是客進步 所以看我們堅持一種情形 我們需要教會的方法 更關心的感受 我希望同學來的信用醫所回復出來的 人口吃 會讓你們這麼熱 這就是教會的用心的感受 心恰教養 心恰教教會的願意 有您的志祺 萬有信心 萬一 萬一 萬一的大宿免 枸心 ni 萬一 萬一 在這段時間 無斷的對台灣新安醫 到新學 到友的願心 到台下 接到我的福塞 它開始運用進行 我們早上來的樂 天父謝謝你的代理 讓孩子今天有機會來到永福教會 感謝主在過去一年當中 繼續看顧這間教會 在彰化地區 為你做見證 可請你保守孩子的口 讓以下所分享的 都是出於聖靈的感動 更願你親自運行在我們當中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祷告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詩篇四十二篇 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詩 在我們的起英文裡頭 也常常讀到 我在學校修詩篇這堂課 老師說 讀詩的時候 不能讀得太快 讀詩的時候 特別要慢慢的 一句一句 去感受那首詩 裡頭的畫面 還有聲音 所以我想要為大家 再讀一次 詩篇四十二篇 我會用華語來讀 是一個比較特別的 用西伯來文的順序 編輯的版本 如露竊慕溪水 我的心妾慕你 甚阿 我的心可想神 永生的神 我幾時可前來 朝見神的面呢 我的泪水成了食物 日日夜夜 人天天向我说 在哪里呢你的神 我愿追想这些事 让我的心倾泻而出 我曾和众人同往 我曾领他们到神的殿 在欢呼称泻的声音中 大火守洁 为何你要沮丧啊 我的心 为何在我里面烦躁 应当仰望神 因我还将称赞祂 当天的拯救 我的神啊 我的心在我里面沮丧 因此我追想你 从约旦地和黑的岭 从云撒山 深渊向深渊响应 你的瀑布发声 你的波浪 向黄涛都漫过了我 白昼愿耶和华施行他不变的慈爱 在夜间他的歌陪伴我 就是向我生命的神的祈祷 我要向神我的瀑石说 为何你忘记了我呢 为何我要哀痛而行 受敌人的欺压呢 我的骨头震碎 我的敌人辱骂我说 在哪里呢 你的神 为何你要沮丧啊 我的心 为何在我里面烦躁 应当仰望神 因我还将称赞祂 我当面的拯救 我的生命 诗篇四十二篇 是可拉后裔的作品 就是在圣殿当中 负责带领敬拜的人 创作的诗歌 在犹太人庆祝节席的时候 常常会引诵诗篇 几年前 很多人喜欢的一首诗歌 叫《如露窃目溪水》 它里头描述着一种 对上帝深切的渴慕 神啊我的心窃目你 如露窃目溪水 让我们想到一幅 美丽的图画 就是一头鹿在溪水边唱语 我和上帝 上帝和我 好像那个时刻 在一起是那么亲密美好 可是如果仔细读诗篇四十二篇 我们发现诗人在这里 对上帝的渴慕 好像不是即将要得到的 一种渴求 反过来 比较像是一头鹿 因为没有水的滋润 快要渴死了 快要干死了 的表情 我的心可想神 我几时可以朝见神了 诗人说 我的心非常沮丧 中文和合本的翻译 是幽闷 台语版的翻译是 他的心里很烦躁 就是内心有很多杂乱 埋怨的声音 所以世人非常迫切 渴望上帝的解救 我有一段时间 真的经历什么是干渴 大学毕业以后 感谢上帝的开路 我有机会去美国读硕士 毕业之后 我搬家到东岸的 博森 一方面想要找工作 另一方面 也想继续申请博士班 博士顿的房价很高 我租到一间单人的套房 环境还不错 可是在顶楼 到了夏天的时候 因为没有冷气 只有天花板上的 一个风扇在转 整个房间就变得 像烤箱一样 那个夏天过后 我觉得 一天我不管喝多少水 我的口都是渴 这是身体的渴 可是更危险的 其实是心理的渴 灵里面的枯干 我到了东岸 找不到工作 生活费又很高 好不容易在连锁咖啡店 找到一份打工的 part time的工作 一个星期之后 居然被老板开除了 更不幸的是 我在去波斯顿之前 和台湾的男朋友分手 搬到新的地方 没有熟悉的朋友 常常一个星期 连续五天 没有和任何一个人 面对面说话 只有周末去到教会 有机会和台湾人聊聊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 我为了结成开销 后来又搬家 和新的室友相处不太愉快 很多事情不顺利 最后只好提前回台湾 回家那一天 我躺在床上 心里想 怎么会这么累啊 我没有申请到博士班 不久之后 还发现自己在掉头发 短短几个月就掉了很多 沮丧 不足 是很多人的经验 有时候 不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也会有其他人的状况 无论是家庭 工作 学业 身体健康 人际关系 其实只要有任何一个部分 不太顺心 我们就很容易感到烦躁 更麻烦的是 生活并不完全掌握在我们手中 几个月前的连续风灾 我在台神的室友 他的家乡 是台东的红叶村 我们在台北不晓得 原来台东还有人到今天 还在等待重建家园 9月底的末来的一台风 引起了土石流 在红叶村有30几户的村里 一戏之间失去家园 小孩子分散到不同的学校去上课 受灾户也被握千村 他们在等待不知道 何时会开始重建工作 在困境的当中 人是多么的无助 我们往往在这些时刻 才会发现自己的力量非常有限 在诗篇四十二篇当中 诗人日日夜夜以泪洗面 人们嘲讽他 你的上帝在道路 你不是信奉真神吗 你的上帝怎么没有帮助你 四十二篇没有描述诗人 我们遇到了具体的事情 但如果我们对他的处境 有多一点的了解 我们就能够更容易想像诗人的心情 然后从这首诗当中得到帮助 有一些研究推测诗人 他在一个备辱的行列 从耶路撒冷备辱到至少三百公里外的北方 我们从诗里面可以确定的是 他现在的生活和过去有天壤之灵 他可能是地位人后代 本来是在圣殿负责领唱的 或是弹奏乐器的乐师 节旗的时候 他和以色列同胞在一起 身边充满欢笑 喧闹庆祝的声音 在上帝的圣殿中 所有人献上赞美跟感恩的诗歌 但是这一切 已经成为回忆 诗人的心非常的悲响 他回想过去的那些美好 一个方面 回忆过去可以带来疗愈的作用 因为那些美好喜乐的敬拜 至少他曾经拥有过 可是另一方面 回忆也增加诗人的痛苦 因为他现在没有办法去圣殿 他在遥远的异地 家人朋友都不在身边 他再也无法回到过去的生活 孤独又悲哀 更难堪的是 还要接受敌人言语的攻击 猎神的语道 他只能用眼泪沉默来回答 其实诗人应该很想振作起来 但是他的心却没有办法 我的心啊 为何在我里面烦躁 应当眼望神 诗人在想什么呢 在那沮丧的时刻 我们会不会和诗人一样 渴望上帝的拯救 在42篇里面 上帝的声音不太清楚 我们听见大部分的声音是 诗人沮丧悲伤的告白 另外比较明显的是 仇敌的嘲讽与辱骂 在这首诗当中有两次出现 一个希伯来文字 叫做查卡 查卡的意思就是 记得纪念追想 诗人在想什么 他想要回到圣殿朝见上帝吗 上帝在哪里 上帝在圣殿中吗 这里离圣殿是如此的遥远 我每天忍受着仇敌的欺压 上帝何时会出现呢 他经过了月亮河的上游 黑门山岭的地方 在这个遥远的路途当中 他不断的追想 追想上帝 就在深谷瀑布 大水的当中 他好像经历了上帝的力量 他发现 上帝的力量比 自然界的力量更大 创造了上帝 彰显出 他的大 你的波浪红桃 曼过炉 是仿佛被 这力量给胜过 他体悟到上帝是生命的来源 是这创造界的主宰 世人没有力量对抗他的环境 抵挡仇敌 他需要这位大能的上帝 赐给他力量 诗人如何追赏上帝呢 他乃是称颂上帝的女 当我们称颂上帝的名 就是在思念他 在第八节是这首诗 唯一一次出现耶和华的名字 诗人想起上帝是谁 他不只是一位伟大的宇宙的主宰 耶和华 耶和华 是主动和以色列人立约的 耶和华 如果我们观上圣经 也观掉讲道的影片 一个人思想上帝的时候 你会想起关于上帝的哪些事呢 圣经记了许多上帝做的事情 你会怎么描述 你所相信的上帝呢 在我们个人生命的历史 旅途当中 上帝在你身上 做过哪些事情 2008年前后 我回到台湾 发现自己在掉头发 那时候二十多岁 所以觉得很恐慌 我想上帝是要管教我 我太任性了 追求的都是自己的喜好 我需要信仰 因为生活非常的挫折 如果离开信仰 我觉得我走不下去 那时候 在台北的街头 脑海中却常常出现波士顿的画面 想起一个一个我失去了东西 我强迫自己加入教会的小组 因为我知道我需要和人在一起 就这样耗了至少五年 没办法建立持久的感情生活 投入工作是我唯一的选项 我每个主日都到教会去聚会 有时候也觉得蛮感动的 可是日复一日 生命并没有很大的改变 有一个朋友告诉我 很久没有看见我发自内心的笑容 我心里想 我知道啊 可是有什么办法 工作压力这么大 又没有特别的事情发生 我一直没有发现 我心灵深处的声音 就是 那埋怨上帝的声音 上帝要敢叫我 好吧 你就坐吧 把我所爱的都拿去 我是何等的埋怨神 埋怨的时候 沮丧的时候 你是怎么想上帝的力量 你会不会和我一样 只能想到自己所失去的 诗篇四十二篇 诗人面对的是 国破交往的悲剧 那是多么的无力 他却经历到 上帝是大能的神 他还想起 耶和华 耶和华 是慈爱的神 上帝的道路 诗人想起来 上帝一直在 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 虽然 以色列人一再的背叛 犯罪 背逆 悔而不改 可是上帝从来没有离开 一而再 再而三的立下新约 他是那一位不轻易发怒 却有丰盛慈爱的耶和华 诗人想起 耶和华是谁 他凭着信心向上帝来祷告 从白天到夜晚 他不停地祷告 求你施行那不变的慈爱 我要歌颂自我生命的神 我的神 我的磐石 我要向你祷告 上帝啊 我称颂你的名 耶和华 我是如此的想念你 那么 上帝 你想念我吗 上帝啊 你记得我吗 你曾经就业不停的祷告过吗 上次你这样祷告是为什么事情呢 上帝是有能力的神 他也是慈爱的神 可是他会记得我这个罪人吗 在旧约当中 以色列人呼求上帝记得 纪念 他们也恳求上帝不要纪念 不要纪念以色列人的罪 但要纪念他和以色列人所立的约 上帝和我们所立的约是什么呢 在我很消沉的五年当中 常常祈祷 能够拥有一个全新的生活 对于回不去的从前 我已经不再眷恋了 可是难道活着就是这样吗 两千十三年底 我工作的地方有比较大的变动 我就做了一个不太理性的决定 还没有找到下一份工作 也不打算领年终 就辞职了 很奇妙的 我在网路上发现 台湾神学院在征研究主 所以成为神学生之前 我先在学校工作了几个月 在一个特别的祷告会当中 我经历了圣灵的浇灌与更新 有一两个月的时间 我每天在学校宿舍 重复听一首英文诗歌 意思是 祂是如此爱我 不管我们生命中发生什么事情 上帝并没有因此改变 祂是如此爱我 为什么要等五年的时间 才想起上帝呢 我不知道 但是这一段 从沮丧到信号的路程 在我走向全职侍奉 读神学的过程中 不断成为我的提醒 上帝记得 上帝记得 那么你记得吗 你能不能想起 上帝在你生命中的爱 祂记得你 诗人一直重复 想要强调的信息是 我的心啊 为何在我里面烦躁 应当仰望神 因我还要称赞祂 诗人当然恳求上帝 改变恶劣的环境 拯救祂脱离 仇敌的攻击 可是他也求上帝 来提振 他沮丧烦烦躁的心 真言说 一生的果效 是由心发出的 在祷告当中 对自己的心喊话 从我的无能为力 转向 依靠上帝 慈爱的应许 诗人记得 他记得 要从自己所失落的 转向上帝 所掌握 这一首哀歌 在祷告中 就成为一首信号的诗歌 从自己所失落的 转向上帝 所掌握 诗人的处境 并没有改变 还没有改变 但是他对上帝的盼望 却越来越深 我们都是等候上帝的人 我们都渴望 在法告中经历 诗人所领受的信心 让上帝来提醒我们 他是谁 让上帝来使我们的哀歌 成为信号的诗歌 在祷告中等候 在等候中祷告 上帝和我们所立的约 耶稣基督 还有他求上帝赐给我们 另外一位宝贵师 圣灵上帝 让圣灵上帝来提醒我们 他记得 即使看起来 我们还在沮丧 艰难的当中 我们一定会发出 更深刻 更真实的赞美 我们一起来祷告 祖阿 祖阿 祢总是记得我们 不管我们在哪里 顺境 逆境 听从或是悖逆 祢总是记得 我们的名字 我们的心事 祖阿 恳求祢支撑我们的祷告 让我们能在祷告中 经历祢是谁 让我们也记得 祢的名字 祢的心事 恳求祢帮助我们 明白祢的真理 使我们认识 感受 祢对我们的爱 谢谢耶稣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